2018年开年一直到逊期,中国大部分地区砂石供应不稳,价格出现上涨局面,甚至出现超200元每吨、320元每房的历史最高报价,让人惊呼国内砂石买不起。 然而,今年的全国砂石最高价,虽然超过了水泥全国市低价格,2018年5月,新疆泊州地区42.5。 地水泥价格下滑至170-180元每吨,但受据于价值基数和产业集中度,砂石涨价,绝对比不上水泥来得很。 2018年11月14日到16日,河北、浙江、辽宁等地水泥企业,集中发布调价通知,上调幅度在50-100元每吨,调价后,普通42.5,水泥已经上涨至800-950元每吨。 唐山北极熊建材有限公司,白色超高强快宁快硬高贝利特流铝色盐水泥,含水价报1060元每吨。 在沙石行业,由于传统沙石获取手段简单粗暴,市场售价不高,加上混凝土中沙石用量,几乎是水泥的6倍,一旦沙石价格有所上涨各方感受都十分明显。 但如今看来,沙石的涨价能力与幅度与水泥一比,实在是小屋见大屋了。 作为现代建筑材料或凝土的重要原料,沙石、水泥的价格与质量直接影响建筑和工程品质。 2018年,部分地区沙石价格供应不足,已引发了行业通人对劣质沙石进入市场的担忧。 临近年底追赶工程进度的时段,水泥价格持续上涨与沙石,预输价格波动叠加,或在部分地区也发工程进度和合同旅行危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